有着百年松树林立的日式建筑松原别馆 是花莲重要的历史文化景点之一 更是许多观光客走访花莲道的必经行程之一 在13号的一早 官方人员上班发现 园区内的大型昆虫装置艺术 遭到人以历任割毁 七里香围里也遭到了破坏 馆长罗曼林表示 目前已经报警处理 并且调阅监视器 希望能够抓到破坏者 松原别馆是花莲市区知名景点 百年松树林立的日式建筑 吸引许多游客造访 然而13日一早 官方人员发现园区草地上的 昆虫装置艺术品遭到破坏 疑似用利刃割破 昆虫内的泡棉和钢架都露出来 就连外围的七里香树梨 也有毁损痕迹 馆长罗曼林表示 犯案时间研判是12日深夜至13日凌晨 以报警处理并提供警方监视器 希望早日抓到破坏者 在这个园区的这些昆虫呢 除了在它时间点上面 可以看得到它以外呢 如果有很多小朋友来 它也可以看到我们 摆在这边的模型昆虫 那让这个园区能够让它更丰富 更活泼一点 所以我们就是设置了这样子的昆虫 我觉得它是无价的 因为它就是希望这个生态 这个园区里面 是一个比较活泼的一个感觉 而不是说它多少钱 损失了多少钱 它赔多少钱 它那个价值是无法用 实际上的现金去做计算的 我们就是先看看 有没有可能去补救它 去把它就是补完整 或者是如果没有办法补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也是做一个警惕的 一个方式 就存留在这个地方 然后让大家都会有一些 激起一些公德心的一个想法 也希望呼吁大家 就是那个公德心要有 不要去破坏掉大家所喜爱的东西 那也希望是说 每个人他能够很愉快的来到松原 然后享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管长罗曼玲表示 原以为是野狗乱咬 但泡棉四回呈现直角形状 疑似被用利刃划破 瓢虫还被挖掉一只眼睛 园区的矮树虫围墙 只能防君子不防小人 对于不明人士恶意的破坏行为 松原别管强调 未来将请保存公司加强巡逻 被破坏的大型昆虫展示物 是无价的艺术品 目前已报警 并将监视器交由警方处理 一定要追查到底 并呼吁民众游客发挥公德心 守护这片文化的记忆 记者长帮宴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